师父说的那些佛陀故事 皈依具足的三种功德 佛陀在社会国奇数几孤原时 一日对比丘们开示 皈依具足三种功德 是哪三种功德呢? 第一种是皈依佛的功德 第二种是皈依法的功德 第三种是皈依僧的功德 什么是皈依佛的功德呢? 无论是二族、四族或多族的众生 或是有色、无色、有想、无想 乃至于非想、非非想触天的众生 都无法超越最尊、最上 福慧圆满的如来 就好像由牛得到牛乳 再由牛乳提炼乳酪 进一步再炼制成生酥、熟酥 最后再精炼成啤壳 啤壳是五位之中 最上、最为珍贵 其他诸位皆不能与之相比 同理 如来就如同啤壳之位 福慧圆满、最尊、最上 所有众生皆无有能及者 若有众生恭敬供养 成事与佛 即使成事第一功德 最胜福田 便受人天之福 此即归依佛的功德 不管是什么样的众生 今天供养佛 就受到人天之福 一定会得到跟天上一样的福报 上香手洗干净都算供养 因为心中尊重 那一定会得到人天福报 这是基本的 什么是归依法的功德呢 世间所有法 无论有漏无漏 有为无为 无欲无染 灭尽 涅槃 涅槃法在诸法之中 是最尊最上的真理 没有义法可以超越 游如从牛身上取得牛乳 进一步由牛乳提炼而得到乳酪 有乳酪再炼制成 生酥 熟酥 最后 再由熟酥经炼成提壶 提壶是五位之中 最上最为珍贵 其他诸位皆不能与之相比 同理 涅槃法如同醍醐 在所有诸法中 最尊最上 没有义法可以超越 若有众生 恭敬尊奉 涅槃法 即是成事第一功德 最胜福田 便受人天之福 此即归一法的功德 什么是归一圣众的功德呢 所谓贤圣僧众 是跟随如来修行 僧团中 持戒精进的出家众 众生之中 如来僧众 最尊最上 无有众生 可以相及者 就如同 从牛取得牛乳 再从牛乳 炼成乳酪 由乳酪 进一步炼制 得生俗 熟俗 最后 再由熟俗 精炼出啼壶 啼壶是 五位之中 最上 最为珍贵 其他诸位 皆不能与之相比 同样的 如来僧众 如同啼壶 于众生中 最尊 最上 无人吉者 如有众生 恭敬侍奉 如来僧众 即使成事 第一功德 最胜福田 便受 人天之福 此即 归一僧的功德 世尊 世尊于世 为大众 宣说此迹 第一 成是佛 最尊 无有上 赐负 成是法 无欲 无所拙 敬奉 贤圣众 罪是 良福田 彼人 第一志 受福 罪在前 若在天人中 处众为正道 亦得罪妙作 自然食甘露 身着七宝衣 为人之所敬 借句罪完全 竹根不缺漏 亦或智慧海 建制涅槃界 由此三规者 去道 亦不难 彼丘们 闻佛教导 解欢喜 奉行 七宝衣 阿弥陀经 金 银 琉璃 玛瑙 车渠 山湖 赤珠 笔者 在佛经中 不同的经书 所译的七宝 各不尽同 《九摩罗石》译的 阿弥陀经 所说七宝 为金 银 琉璃 山湖 车渠 赤珠 玛瑙 玄奘 玄奘译 称赞净土经 所说七宝 为金 银 废琉璃 获之家 摩沙洛杰拉婆 赤珍珠 阿施摩杰拉婆 波若经所说的七宝 是金 银 琉璃 珊瑚 琥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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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华经所说的七宝 是金 银 琉璃 车渠 玛瑙 珍珠 玫瑰 富家 崂 琴璃 柯琉释 这欣赤天 光 琥珀